罢免是必是遍地猜花 那你的選舉要如何去 我觉得这些公民团体 事实上就是真的期待了调杠情 他们只是先设建猜花 其实他已经锁定了一些人 然后现在找各种理由 那我相信未来他还会找各种不同的理由 来攻击我们这些公民党的理由 对我来讲 事实上我觉得不怕 我们有完全的准备 而且呢我也要告诉这些公民团体 我也不是吃醋 如果来罢免 我一定会找一个人来陪我 那么我现在会锁定吴思瑶 所以就来罢免 我一定会锁定吴思瑶一起来陪我 文大夫上 你有没有看昨天台上公民团体在喊话 他们是用禁告 例如说禁告页元支 禁告学团 就是用这种一个一个唱名的方式 那就有网友说觉得 像是过去那种文革的那种感觉 你怎么看外面公民团体 真话因为在 昨天他们一个个来喊名的方式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简直是绿卫兵重现 所以今天在青鸟活动现场 难道这些特定的这些公民团体的主持人 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绿卫兵吗 用这种方式一个一个来警告 其实真的很像过去的绿卫兵 如果今天的青鸟行动会变成这样的话 那真的改变为绿卫兵性动会 我们的提案是我们提什么案子 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那要罢免也是百姓的决定 这公民社会本来就都可以这样子 我现在这些都是尊重 因为本来这是权利嘛 就是说行政院有提案 富裕的权利 我们有决定怎么做的权利 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说身为执政者 如果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只是想希望这个社会乱 我们不希望这个社会乱 我们是希望安定往前走 大家静下心来 好多产业都没有往前走 好多一些比如说 现在全世界一些新创产业 一些健康产业都走得很前面 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原地踏步 比如上世界上很多国家 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国会的这个民意代表 我们的立法委员 最高民意代表 应该要把这些心事放在这上来 而不是整天只想说如何的斗争 这个是这样做下去 不是国家之福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 我也是要希望 无效委员有机会跟赖总统好好说一下 我们要好好的 像我们在财委 好多政策要往前走 大家不要每天就是只想说 不同立场一直冲突 2026我们快选举了 那你们说如果我们不信任 如果这个民进党说 我们不信任这个内阁 就叫我们提倒阁吧 我要这样子讲 提倒阁 对于这个立法委员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大 解散国也没什么大不了 but 但是呢 解散国会以后 立法院要重选嘛 立法院要重选 那立法院要重选 只是 但是总统只会换掉一个行政院长 这行政院长是随时一直可以换的嘛 以这样的行政院长 没有任何权力行政院长 他不过是一个 赖清德的免洗块嘛 今天卓龙泰 明天吴思瑶 后天郭国文 随时都可以换嘛 所以我们怎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好那如果这样子 我民党要有勇气一点 不要说国民没勇气 不然就是如果觉得对现在的现况不满意 总统也辞职 总统副总统一起辞职 跟这个 跟立法院一起重选 全部重来嘛 看民意怎么重新选择嘛 民党不要不敢好不好 不要说这个什么 立法院 国民党不敢说什么 解散国言会怕什么 重选啊 民意不在 我们敢 因为我觉得民意在这边 不然就是 让2024年1月13号这一次 全部重来一次啊 总统重选啊 总统副总统 这个立法院全部重来一次嘛 你不是说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吗 所以我是充分的表达意见 罢免当然是民众人民的权利 但是对于各政党立委来说 对于我们区域立委来说 我相信民意在哪里 我们的执政监督的角度就在哪里 不会因为外界的罢免 我们监督的脚步就停止 但是如何让我们在政策推动上 还有包括在监督的议题上 让人民有感 我相信国民党在这段时间 无论是巴士亮表的改革 还有包括各县市政府 过去蓝绿都关注的 财化法应该要调整 包括老农的健保的制度 这些都是重大的民生法案 那如果我们在立法院的表现 人民看到我相信罢免的声音 当然就会减少 就会减少 但是当然罢免是人民的权利 我们都给予尊重 现在就是罢免的声量很高 那黄杰似乎还比你还高 但他昨天在高雄的场子 跟底下的支持者说 他要来处理 是怎样处理啊 生鱼片还是 是他有说要怎样处理吗 还是就是八九位的 我要处理你这种 因为我没有看他的影片 所以我不太确定 处理的意思是 就是说 我想要请问大家 就是说 在一般情况下 什么时候会说 我要处理你 是有什么样的 威胁跟恐吓的意味吗 因为我平常时 说真的我活了三十五年 我是没有听过 有人说要处理我 这样的话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可能会去报警 但是因为他是一名立法委员 所以我想 我应该是不需要 因为这句话去报警吧 好不好 那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今天作为立法委员 我是非常热爱 我自己的工作 那我觉得能够帮人民发声 那对我来说 我非常的满足 我也希望我能够做得更多 所以当有人 不管用嘲讽的方式 不管用恐吓的方式 不管用威胁的方式 不管用八九的方式 想要透过这些说法 让我们闭嘴 让我们不再愿意 甚至恐惧 害怕我们热爱从事的工作 这对我来说 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我们是很坚定 也很坚强的 因为当我们热爱 我们这份工作的时候 所有的信心跟热情 都会超过他们想要试图 对我们带来的恐惧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 他要怎么处理我 那个 我有一个倒数计时器 这应该是黄杰他第 黄杰说要告我的第62天 为了避免太难数 所以我有设这个倒数计时器 这已经是第62天了 黄杰说要告我 但到现在好像都没有什么下文 所以我不晓得他处理我 是要把我做成生鱼片 还是要把我做成牛排 但是我想呢 这个都有这个 人身安全上面的风险 我相信这个黄杰委员 他应该也不会 做出这么纯的事情 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 当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我会带着自信 我会带着笑容 我会带着勇气 面对所有前来的挑战 绝不退缩 谢谢 其实那跟我爸 我的事情没有关联 是那时候我在后面 跟民众拍照 因为你知道在台南 然后我们后面就大排长龙 就排到 看不太到人潮的尽头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 王宏威委员在前台讲话 他说54期一席都不能少 那我听到这样子的话 我当然是觉得很感动 对所以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我们54期一席都不能少 不管你今天说要罢免的是谁 我们国民党都会团结以对 都会一起来协助他 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来落单 所以呢我觉得 当天来现场的民众 就是我们最坚实的 给我们最坚实的力量跟勇气的人 对所以这么多人 看到这么多人在现场支持我们 我们当然是很感动的 对所以我觉得王宏威委员 他说的非常好 54期都不能少 54期一个都不能倒 对所以我们非常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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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